馬來西亞馬六甲慈濟社交中心 日文老師青木三起子 被診斷罹患癌症 身體虛弱 無法教學 但她一直煩惱延誤學生的學習 直到她的女婿願意接棒 終於讓她放下擔憂 安心養病 盛裝打扮走進社交班 這是2014年日文班最後一堂課 日籍老師青木三起子 在馬六甲慈濟社交班授課 從2007年開始 8年來已經有232人次畢業 但在今年9月 她被診斷罹患癌症 必須停課 雖然講我們很希望 我們能夠上老師的課 不過我更希望老師是健康的 看到日文班有了新老師 青木三起子終於可以放心了 緊緊的擁抱是一份祝福 也是學生對青木三起子的感恩 帶來新聞呂佳佳 鄭慶龍馬來西亞報導 帶給予生 directed 否認識 一起 據